欢迎订阅好久吧 今天还是我们的特别企划 素人上海话大挑战 上一期的那位帅哥 修拉董受到了很多的好评 然后大家都说 自愧不如啊 那我觉得有一个评论 我忘记具体怎么说了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他希望未来 我们能有一天看到 修拉董就类似这样 棒的上海话 我们不会发出感叹说 哇他讲的多好 而是认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第一期节目我们播出之后 我们又收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投稿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今天的 素人上海话大挑战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许 非常有心的 在这个角度我懂 比起来你要几身都老实 来纠正我和音 许许 许许 刚那么错 但是第一句话呢 一不小心呢 就是有一点踩雷啊 首先这个荣幸 他读的好像是永心 其实呢 是有点点错误的啊 荣幸应该是永阴 永吧 我们说光永 很光荣 永 永这个词啊 很多时候我们读的都是 永 那接下来这个信 信呢 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 也被普通话跑偏了 会读成 心 那其实正确的读法 应该是 饮 我们说 饮福 幸福 形容词 饮永语 这里也饮 扎台行 这个行也是饮 所以荣幸 正确的读法 永阴 那第二个就是 参加 出赶 这里呢 轩轩读成了 出赶 那这个也是被 普通话给 带跑了 好 我们继续下去 今早我打的日子 今天人老师 卫乎 久了日子 我找拼 讲一下 卫乎 哇好漂亮 看张字幕啊 耶 阿波十四 领导碑地老师 两个人 从加先生 不让我定 这个有个小小问题 轩轩读的是 我定 呜 这个字 我们上海话 说 所以他正确的读法 应该是 哦 我批文言 那里是 不如为止 西米香色路 东米 我姓公鱼 东米批波 会这一祝福 多种样的网友 西米尔方 过来路 尼古拉斯 东正教导 写着你的 五九记忆 五九 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五九 五路是吗 五 据说日 这里啊 其实很多年轻朋友 也是读的不是最标准 他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三 三明四 据说 之三 吉尼苏耶 是这个苏 尼古拉两四 尼古拉二四 他读的是尼古拉两四 其实是可以这么读的 那两四 它是一个白读 阿拉刚 两勒 一梁谢斯 梁 二是有梁这个发音的 但我建议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的话 这里用文读会更精确一点 尼古拉二尔斯 当雷是你家的 当雷 其实它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当雷 但是现在很多基本上 大家都说当雷了 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大家都听得懂 阴森苦之 太阳地无得比较养美 北地拉近阿波 小身体高情 得发飞舞 东内风也经 听起网铺岗随名 语言窮光的嗡嗡声 这里有个小问题 就是嗡嗡声 上海话会比较的奇怪叫嗡 嗡嗡声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说 因为我妈以前会经常跟我说 不倒翁 不倒翁 就是 我倒翁 父位 所有人的兄弟 阿波的北地说 我女 有情话 首先阿波说 我需不和丁 北地拉近阿波说 娘子可可呀 首先阿波 丁瓦 阿波说 嗯 北地说 我瓜吧 阿波 某某某北地的德高 武器嘛 七点仅 北地高 小德拉 这一堆地武 是阿波 忠语的记忆 好 最后这个我觉得很标准啊 记忆 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记忆 应该是记忆 唯一嘛 忆 呃 真迪来说我觉得读得非常不错啊 这个 轩轩 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他拿了一个 比较书面的文本 是繁花里面的片段 而且做得非常好 有字幕 这样我们有一个对照 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以后再拿一些书面的文本 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出来 如果配上字幕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对照是 这样会更清楚一点 为了强化一个概念 就是其实上海话是可以读书面的东西的 而不是只是一些礼语啊 或者图画啊之类的 谢谢萱萱 你说的非常的棒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啊 大家好 东东好 我叫Helen 我今天 哪些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以为这个 我以为这个名字上 那个也是一上海外的时候 同学与理想工作 我最近我其实是英文了 还有日后日九月 后日九月 这个小小的问题 使得吗 使得哪呢哪呢 其实我学这个文工作呢 只属于学这个文工作 是因为第一 我是上海人 这上海我 我刚才 也是可以啊 我使个 使英文过得也可以 使英文过得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我觉得说的不错 我觉得说的不错 无论是他的发音啊 音调啊 这个节奏 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啊 嗯 就 就学这个工作 哎这里有两个小小的问题 之前我们的节目有提出过 就是一个是就 就这个词啊 最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另外第二点就是 他说选择 其实选这个词啊 最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他的正确读法应该是 我们说选择题就是 词在地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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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海我 过什么 过什么 没有 没有 只有过一来 因为上海我交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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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是因为 中学多数就是 生活了给上海我 鬼经当中了 这里还是非常标准 跟我们第一期的 那一位朋友 Ashley一样啊 他说的鬼经 鬼经 他这里也是鬼经 我就希望 我当 就像零零额 一零额 那种 两零额 然后 更加 我的 刚上海我 而不是听得懂上海我 尤其 以来就就会说 你上海我 听得懂 上海 上海说 你听得懂上海我 我当时修复 都会 都会 很害怕了 记着 上海我 作为 一样 非我这文乎 以车 非 我这文乎 是 是 东北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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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语 对吧 这要注意一下 还是非常 爽的 所以 我觉得 不如上海 我是非常 嗯 紧迫的 这样子气 小问题啊 紧迫 迫这个词 读 盼 紧迫 啊 就一下 就更多个等 希望 东东 对我上海 我做成的 自己 谁啊 没什么要指点的 非常的标准 我觉得 而且 海伦同学 我觉得你在做一个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功德的 一件事情啊 就是让我们 更多的小朋友啊 从小就可以掌握上海话 我也确实是一些年轻的朋友 他们就是 讲肯定是完全不会讲的 甚至现在的听力也已经 听也听不懂了 我觉得 至少守住我们的底线吧 至少能听懂吧 对吧 然后再慢慢的讲 因为之前那个 钱短容老师也跟我说过 他说 保护上海话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小朋友 跟小朋友之间 讲上海话 而不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讲上海话 所以我觉得 加油Helen 大家给他一些掌声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就说到这里了 那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给我们更多的投稿 不论是 你对某些事有一些观点 或者是 你朗读一些文本啊之类的 我觉得 都可以 不是说来纠正你们的上海话 更多的是我觉得 大家来展现一下自己的这个 讲上海话的风采 好 今次就给他 小牙许许 小牙Helen 小牙打开 请帮忙 帮了第一次 也只是谢礼 小牙打开 再会儿 小牙打开